雖然說我們知道 他們是有天性的 但是坐沒坐相 站沒站相 叫他往東 他就給妳往西氣死了 好故意喔 怎麼辦啊 妳有撇步嗎 沒有 沒有啊 那你有嗎 我也沒有啊 那我們兩個來這幹嘛 不然我們不會頭那麼大啊 對不對 今天來賓有大啦啦媽咪Vicky 煩惱媽咪維妮嗎 狠心媽咪沈家衛 不知所措媽咪Kara嗎 以及有專家小兒科醫師 黃聰寧 兒童發展專家王洪哲 家事達人陳昱茹 要求孩子有婚姻 爸媽要先做到好 爸爸媽媽跟小朋友說 我有教啊 我說妳怎麼教 她說我跟她講說 書包要放房間 襪子要放在浴室 然後妳知道小朋友怎麼做嗎 一回來的時候 書包丟到浴室裡面去 然後襪子丟到浴室裡面去 這叫不完整的指令 不能說只叫小孩這麼做 就回到下班回去之後 我們也是衣服就亂丟啦 不能被小孩看到嘛 對 小朋友的魔法能力非常強 對 很多小朋友 但是她在成長過程 我們都很重視 她說健康就好 但是妳看到她教養不好 我們是不是更生氣 是 對 我們來看一個調查好不好 好 台灣孩子跟國外孩子 她治理能力到底差在哪裡 來 好 我們看到就是今年五月份 台大醫學院職能治療系的 副教授曾美慧發表了一篇 國內八歲以下孩童 生活治理能力的研究報告 這個報告指出台灣四歲以後 孩子的治理能力 普遍是落後美國的兒童 這樣的結果引發了很多 專家及家長的熱烈討論 天啊 我們今天就衝著這個 這個不叫面子問題 真的 這什麼 我們這個是將來國家 競爭力的問題 是 我們治理能力把它訓練好了之後 將來不管到哪裡 我們都站得出去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對 那這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就來解決問題 好 治理能力可以很多的面相 請問一下四位媽咪 我們第一個讓你最頭痛的 大概會是什麼 來 維妮媽 我真的很頭痛 因為每一次我們三個小朋友 進家門 都很像擲筊 就是他們這樣跑進去 然後門一打開 鞋子亂踢 我還要幫他們一個一個 排好鞋子 然後有一次很好笑就是 找不到 有一雙鞋子找不到 有一隻腳 沒另外一隻腳 那怎麼辦 然後其他鞋沒有 我們就只好將就 就A鞋穿 B鞋穿 然後就一起出去 混搭 哇塞 很酷耶 然後有路人就說 這個是今年就是剛好 最新款嗎 最流行 不然是湯馬式火車 配海綿拔拔這樣的話 對啊 妳那個孩子會這樣嗎 妳說他講的那個鞋子也是 你知道我們家那個鞋櫃 就跟烏公的那個鞋櫃一樣 超多的 一個男的孩子 鞋子很多 然後又大小又不一樣這樣子 還有就是回來的時候 脫外套也是一件很困擾的事情 真的 衣服就給你亂丟 然後你就是 你丟我撿 沒錯 對啊 對 而且他丟衣服就算了 衣服都是反著啦 隨處亂跑 襪子也是 下次一定找不到 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在我門口外面 因為我們不是玄關嗎 我們的鞋子放在門口外面 門口外面 我們有一張椅子 專門讓你坐著穿鞋 很舒服 兩雙襪子耶 穿過的 昨天跟前天分別脫下來 就放在那裡 塞到今天早上還沒收 對 就是這樣 雅蘭看到不瘋掉 雅蘭有時候也比這個招 對 雅蘭的襪子就是她的嘛 她不是有潔癖嗎 她哪有 她不是 她潔癖歸潔癖 但她的生活治理 有時候是還是有改進一下 這樣 對 那Karo媽咪呢 你們家的襪子是塞兩天 對不對 我們塞一個禮拜 我覺得小朋友啊 這就是媽媽 對 她有時候一回家想說 急著去幹嘛 書包放在路當中 小提琴放在路當中 我就說 你這個東西在這裡 請你拿走 她說 她就會說等一下 我說不行 現在 然後除非她要去上廁所 或是什麼其他的事情 不然我說 妳現在給我拿走 對 可是她拿走 就換在另外一個地方了 我不行 我上廁所就這樣 我覺得你會抓拐 她是沒有放在庫地的位置 然後回房間就OK 都不放在原本的地方 就很奇怪 基本上我們對孩子的要求 不要到那麼乾淨 像剛剛參名哥講了 其實家裡有人很 注重乾淨 但是對整潔這件事情 這概念其實沒有 對我而言 我覺得整潔這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 當你下次要找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找得到 那你找不到東西 你急著要出門 你急著要做事情 你找到東西 你就會很慌 這時候你就學到教訓了 下次我就要很整潔 所以這個狀況 我們就應該應用在孩子身上 第一 如果孩子以後東西找不到 他就讓他自己找 找到破頭 找到哭 你都說沒有辦法 因為你就是弄不見了 那我也幫不了你 我也不會幫你買新的 我可能設一個期限 如果你再要一個新的 半年後再說 第二種狀況就是 有些東西它掉了 它也不在乎的 好 那就是時間到了 你就收起來 那收起來以後 你不是只是放在門口說 你看看還在不在 垃圾車 你就真的收一天 今天你就是沒有書包 那當然你會覺得說 那這樣上課會受到影響 好 你就把書拿出來 你把書包拿出來 你就今天 連你說的書道在出門 你就拿著書道在出門 因為你的書包 對 因為我們的規定就是 今天你如果東西 沒有放在歸位 玩具就是不見 也許玩具你的 如果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它就消失 或者是如果是 平常要用的東西 就一天 你就知道一天沒有這個東西 你會多麻煩 下一次你就不會再這樣 這一招只適合對孩子 還是對老婆也可以 我想對任何人都一樣 對老婆嗎 老公吧 你敢對老婆說 你自己東西不亂收 你坐下帶裝皮包 晚上睡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枕頭就棉被都不見了 對 但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就是讓他 去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而且也不用去發脾氣 因為發脾氣是沒有用的嘛 對 我覺得 父母都覺得說 我有在教啊 孩子為什麼還是這樣呢 我們在教室裡面常常看到 爸爸就針對 就對著孩子一直罵 說我不是跟你說他收嗎 然後你怎麼都不收呢 你真是壞孩子 下次如果再這樣 我要揍你喔 你知道爸爸當下在幹嘛嗎 在幹嘛 一邊收他的玩具 對 那整個都弱掉了啊 有沒有 弱掉 真的 對啊 那就是一個家 家長不放手 但是你認為你有在管 你的管只是言教而已 對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孩子裡面 訓練孩子物品歸位 其實有一些步驟 第一個 因為大家不重視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覺得功課比較重要 對 大家不覺得說這個規矩 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訂了規矩以後還在犯呢 我們有家長做得非常好 就拿數位相機 就把那個擲筊的鞋子 把它拍下來 傳給老師看 不是家長教都教不進去 只有老師教得進去嗎 對啊 在學校都不會嘛 在家裡這樣 那就把那個零亂 雜亂無髒的東西 拍給老師看 哇 這真的真狠耶 真的不錯 第二個 完整的大人示範 什麼叫完整的大人示範 我們也有大人 爸爸媽媽跟小朋友說 我有教啊 我說你怎麼教 他說 我跟他講說書包要放房間 襪子要放在浴室 然後你知道小朋友怎麼做嗎 怎麼做 一回來的時候書包 丟到房間裡面去 然後襪子丟到浴室裡面去 這叫不完整的指令 好 完整的指令是真的 戴著他做一次 這個動作是怎麼樣 那到時候如果真的做錯了 就 我們昨天是這樣子的嗎 那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 讓他記住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大人生教也很重要 不能說只叫小孩這麼做 就回到下班回去之後 我們也是衣服就亂丟啦 所以不能被小孩看到啊 對 小朋友的模仿能力非常強 對 所以如果你大人都這樣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教養小朋友 而且小孩也會反過來質疑爸媽 對 你故事也是這樣 那這句話丟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呢 對 好 那第三個 孩子做一遍 大人要打分數 分析整個過程 你看我們就一個重點 我們要把規矩 收納等等 這件事情 讓孩子看得很重 它是像功課一樣 每天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四個的話 要每天做 要每天都打分數 對 養成一個習慣呢 好習慣是需要兩年 那你那個分數 兩年啦 是啦 對 小孩子要到兩年這麼久 因為還要結合 他認知還在發展 然後還有那些好習慣 是會受到環境上面的影響 但是 養成一個壞習慣 只需要兩天 好 還滿容易的 不是 那你這個兩年 是指幾歲的孩子 其實小學的孩子就是這樣子的 小學的孩子 尤其小學之前 更需要更久的那個時間 那從中班上學開始 如果開始矯正他 等到他兩年過了 就上小學了 對啊 所以我們在養成那個習慣 根本就是從小要開始 就起早預防對不對 因為從小的那個可塑性 是越大的嘛 對 學習的可塑性越大 像海綿一樣 對 然後 那養成習慣的可塑性也越大 好 那最後一個 讓孩子呢 學會自己可以去分析行為 分析他哪裡收得對 哪裡收得不對 今天這樣子收納的話 有90分 有85分 為什麼都跟他分析一遍 從那裡面他才會知道你重視 還有他哪裡做錯 但是王老師 如果說像我剛剛說的 這到底是大人過度緊張人呢 還是真的 如果他這個秩序沒培養好 將來影響的層面會是什麼 其實六歲前沒有建立好秩序 會有五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包括人格喔 所以這很重要喔 媽媽該放手啦 讓孩子自己學會收書包 我女兒小一的時候就是這樣 蜆子 外套全部都塞在裡面 然後在學校很多的紙 小孩特別愛紙 對 然後都剪得 就二歲了 我們常常去看那個七歲以後的 孩子一堆不會收書包的 我們就問他幼稚園的時候 是怎麼過來的 那疑問通常都是